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当爱情走到尽头 软弱者哭个不停 有效率地 马上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聪明地 早就预备了下一个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告诉大家 开始 每逢12月1号到4号 要搞一个知识狂欢节 这个节日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12月1号到4号期间 全国这个最大的付费节目 播出平台呢 所有的节目都可以五折销售 这对于喜欢听音频节目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那么这一次呢 我也有两个节目参加了这次活动 一个就是去年制作的 孩子必听的100个中国历史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2018年 要一直播出的 孩子必听的120个世界历史故事 这两张专辑 一张是98 一张是99 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半价销售 不过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需要提前领取五折优惠券 那么怎么领取呢 您听好了 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 敬播频道 回复世界 就会弹出一个链接 里面呢 可以领取到这两张专辑的 优惠券 如果您有孩子 也正处在一个喜欢听故事的年龄 并且您喜欢敬播的节目 也信任我 那么不妨去尝试领券 因为这次我也筹备了很长的时间 活动只有一次 仅仅四天的时间 希望朋友们不要错过了 好了 通知结束 下面呢 要开始今天的节目了 我呢 这几年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习惯 开始使用保温杯了 前段时间 有朋友看我拿着杯子 就说 我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 油腻的中年人 然后呢 我还挺莫名其妙 这是个啥意思呢 怎么就油腻了呢 我一查 哦 原来 油腻的中年人 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要拿着保温杯 装满了热水 正好 我看到了一篇 马卫都先生的文章 就叫做油腻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油腻这个普通词汇 这些日子火了 先跟中年男人沾上边 后又贴上了女人 谁也没跑得了 过去 说人肥头大耳是油 说人油头粉面是腻 加在一起 都是油腻 想想 倒也十分贴切 油腻的感受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 好日子每天都是 吃得油腻忽然成了常态 每天为减肥发愁 过去 穷的日子里 吃得再油也不腻 吃得再腻 隔顿还能吃 殊不知 居然有一天 全社会都开始怕油腻 先是生理的 少吃减肥 后为心理的 见到某一个或某一种人 心里就油腻的不行 感觉非常不适 于是 好事者开始总结 油腻男女的特征 油滑腻外 是这些年 这些日子累积的状态 有钱没地儿用 有劲没处使 有心没有力 只好靠消磨时光 打发日子 保温杯 泡狗旗 烘焙点心 家于家 悠哉悠哉的过日子 想不油腻都不成 于是乎 碍眼了 有人看不上了 油腻行为 被总结上榜 洋洋洒洒 每个到了年纪 无论男女 都能沾上哪边 回避不得 其实 油腻这个词汇 出现得很迟 宋人说 油腻 还有如胶似漆的含义 是说 两个人 轻轻我我 腻米歪歪 清人说 油腻 就是日子过得好了 有吃有喝 喝多了 还跑度 至于民国之后 文学家描写 油腻都是让人厌恶的一类人 游手好闲的 油腻的感觉 由生理上升为心理 由心理又变成一语 说明 这个世界 越来越闲在无聊 无是生非的人群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油腻尚无解药 只能任其发展下去 直到跑了度 才能了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美的珍藏 正是那些忘人时光 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 身上穿着旧衣装 海边耳朵雪的冬天 穿来散套彻底歌唱 以免和傍温柔的夏夜 收风琴声在飘荡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为了生活点点分茫 但是只要想起望远时光 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还是那些往日时光 朋友们聚起了啤酒 终上只有半根香肠 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 共同分享欢乐悲伤 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 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已经我们变了模样 为了生活点点分茫 但是只要想起望远时光 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那你们说晚会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